跟孩子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守在你们身边 对不起 你根本就是怕 我跟孩子拖累你吧 你现在还有脸来找我 对 是我不对 对不起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孩子是我的 我一定会负责的 我把我的车子房子 还有所有的股票都卖了 这是我所有的钱 你先拿着 咱们先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行吗 我跟孩子都不需要了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孩子出什么事了 你给我闭嘴 孩子是我秦宿一个人的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还有 我马上就要回去 做回姜太太了 我要风风光光地回家 秦宿你是不是疯了 姜村不可能接受孩子的 跟你没关系 还有我要告诉你 拜我的好妹妹所赐 姜村现在跟秦宿的感情 好得不得了 所以说不定我回去几天 就可以找个机会 把孩子也带回去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 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而你 从现在开始 永远地在我面前消失 姜村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和孩子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你的报应 姜村 姜村我求求你了 算我求求你 好吗 这些是我不对 说我对不起你 以后我会当牛座马 还给你的好吗 这样跟你说吧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过就是个备胎 我现在 我连肥胎都不需要了 你懂吗 所以不要再纠缠我 如果真的把我惹急了 我知道你这辈子 都见不到你儿子 你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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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午终于要解脱了 我姐回到姜家 我也就自由了 不用再看着姜家人的脸色 可以安安安稳地睡一觉 我不知道 这段时间 我根本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你说你在姜家图什么呀 现在你姐姐回去了 折腾你这么久 大半年的时间 空手去空手回 好歹给点酬劳 别这么说我姐姐 是你亲姐吗 要不是长得像 我才不信呢 我姐跟我妈 还给我筹发了前途呢 等人姐姐回到姜家以后 他们打算送我出国留学 可是我不想去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妈说 我怕她伤心 留学 她们这是要把你赶出秦党 好不好 就你还傻了八戒 以为人家给你筹划前途呢 你长点心吗 或许 先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 我们想想高兴呢 我们中午去吃什么呀 我请客 吃的脾气都被你气饱了 小雅 小雅 没性 Don't have the chance toEh 江先生有个快递 请你筹收一下 谢谢 謝謝 謝謝啊 哇 我到了 行 我上去 你嚴重 王家文 我知道 你來這兒幹什麼 跟你沒關係 我姐到處找你 你去哪兒了 她找我 她應該巴不得這位 再也別看見我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你在這兒幹什麼呀 你不會來找江村吧 你找江村有什麼事 怎麼了 怕了 黃家文 你到底想幹什麼 你讓他對我一起還不死機嗎 要破壞他跟江村的感情 你在紅燈你是怎麼答應我的 你說你會以一個好朋友的身份 在我姐身邊 一直幫助他照顧他 霍智 你到底了解情形所 你知道他的過去是怎麼樣的嗎 現在只有你一個人 還這麼相信他 說得嚴重點你就是他的幫兄弟 我不許你這麼說 姐 你心不見無所謂 重點是江村到底心什麼 你見到江村了 你跟他說什麼了 我什麼也沒說 我就是給了他一空快遞 你也好 江村也好 只有看了這空快遞以後 才能知道情因素到底是什麼 現在這個時間 他應該已經拿到了吧 關上機關 進 這兒有一份你的快遞 看看 給我的 謝謝 幫我把咖啡去場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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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 如生生的经理给我打电话 说把我的合同寄到了你这儿 我就想知道你有没有收到 什么合同这么重要 明年的续约合同 是这样你看黄家文不是不干了吗 我就想让你的律师帮我看一看 没问题 不管黄家文干还是不干 只要我一收到合同 马上就会交给法务好吗 不用不用 那个我不想跟他们续约了 你如果收到了 你就给我就行了 可是我还没有收到合同 我给你 那 那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去找博尔了 做斯巴 好 有什么事打电话 好 然后 你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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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